大家收看小李说球方博吐槽林高远50万换不来你一块板 这个方博这么干确实不应该 如果林高远还是国平绝对的前三主力 你真的敢吗 我是小李说球啊 首先呢 其实大家知道方博呢 在之前的是退网过一次的 原因就是他设计的球拍呢 抄袭了这个某乒乓球给林高远代言的某球拍的设计呢 基本上相似度非常之高 所以林高远的粉丝呢 对这个方博呢 有所攻击 是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都已经是上半年的事了 谁想知道到了年底 原因呢 就是刚刚退役的这个余和一 是吧 国平全队员开始说林高远 当年林高远打拼招联赛 工资比较低 随后找到方博帮忙谈工资 方博自然挺身而出 最终同意多给林高远50万 不过呢 方博直接说回来 是吧 当年想让林高远给他一块底板 但林高远呢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直没有给他底板 没有满足方博的要求 方博心里自然不舒坦 是吧 我们两个人不是一个性格 不过我一点不恨高远 我没有任何冲突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性格 肯定成不了特别好的朋友 性格是不合的 也没有什么恩怨 就是普通朋友 因为性格确实不合 50万没换来一块底板 这是我接受不了的 也是吐槽的 说自己没有喝酒 就这部分怎么看的 我也想用刘国良确实网友的那句话 是吧 方博要成绩没成绩 要长相没有长相 你们喜欢他干什么呢 我觉得刘 原情事故呢 这个事不管真假 我也不想说高远什么 我就说呢 如果 如果 如果现在 如果现在那个林高远是 马龙 小胖 还有 还有大头的位置 包括 就这三个人的位置 你 你 你方便敢说吗 实话实说 就是说 现在 现在高远 现在不行了 你说 高远 高远当年红的时候 第一年红的那些年的时候 你敢这么说吗 啊 丑人不红了 世约赛 名单下来了 您就开始这么说 有意义吗 没给板怎么了 他 你给 你帮他谈的 他还是 他还是多值那五十万啊 那你要 他要不是不多值那五十万 你再帮他怎么谈的 他们这个 俱乐部老板也不会给呀 对不对 你以为你国两个 你这么有面呀 我就服了啊 我觉得没有必要啊 咱们 咱们不做 井上天花 但别做 咱们真的别做那种 是吧 拔债 就是 我觉得 就是说 在一个人 他处境不是很好的时候 你还 你还要来两 两句特别阴阳的话 对吧 凡尘东你敢说吗 你就说 现在 如果他跟 他跟王主钦是那 当然现在也有人骂方波吧 当然不是 肯定也有人攻击方波啊 但是 如果 但是如果是 是王主钦或者 是小胖的那个位置 你敢公开这么说的话 你看刘国兰找你来玩 所以不你不还是 觉得人家现在成绩不行了吗 这种 原品 大大地不好 对不对 你敢吗 这个事儿要是换成马龙 你敢吗 你就别别问 不是别人了 马龙你敢吗 肯定不敢呀 肯定你这个人呀 就还是说 低调 做生意呢 也讲究人情失误 你这圈里 你不还是在这个圈里混的吗 对不对 你不还是玩 换圈这套经济的吗 玩这套的话 你就不要做 没有必要 又质问这个 又质问那个的 就问你 你敢说人家那个谁吗 对吧 你别人不敢说 就因为别人也没有这事儿 就林高原有 有你就提人干嘛呀 有什么可提的 我就讨厌那个 截然转啊 又说人家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的 都过去十多年了 你有什么可提的 有什么可提的